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城观音 《功夫》是周星驰最经典的影片之一 这部花费星野三年时间创作的影片 虽说上映多年,但每次看一遍就会有新的收获 而影片中许多幕后故事 更是体现出周星驰导演的一片良苦用心 本期盘点《功夫》中的幕后冷知识 一,这是一部没有主角名字的电影 仔细回想一下《功夫》丽周星驰演的角色叫什么 相信大家很难一下子叫出他的名字 似乎在电影里也没有人交代过 只在最后的演职人员表上出现过一个字 星 这正是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了 似乎讲述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小人物的江湖好侠的世界 唤醒了普通人心中的侠义情怀 二,周星驰的《功夫梦》 《功夫》是周星驰从小到大的梦 他甚至还自学了永春拳、铁杀掌等 其实在拍《功夫》的时候 为了让这部电影更加真实 星驰更是请来了许多实力派的老无打演员 片中很多演员都有实打实的真功夫 在他的主创班底中 其中扮演反派火鱼鞋神的梁小龙 十五岁静武行 还出演过《大侠》《霍原甲》以及《陈真》等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就和李小龙、狄龙、成龙 并称为香港演艺圈四小龙 而周星驰从小就是看梁小龙的电视剧长大的 一直视梁小龙为自己的偶像 因此拍《功夫》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邀请了梁小龙参演 片中扮演财风老的赵志玲 师承林世荣 是黄飞鸿徒孙 在1970年代的《香港功夫》片 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引于《朱龙寨》的三大高手 都有真材实料的胸肌和功夫底子 这两个半夜坦着古琴扰民的两个杀手 都是曲仪世家出身的演员 三、包租婆 在这部电影中 包租婆的存在感很高 甚至超越了女主黄胜一 而出演包租婆的袁秋 是圈内少有的女武行 曾参演过《007》电影 出演功夫之前 她已经嫁做人妇新颖多年 在心仪的再三妖请下 才重出江湖 而她的参演也是很有戏剧性 原本 袁秋只是陪着自己的师妹去试镜 自己则在一旁抽烟 而嘴里叼着香烟的一幕 刚好被心也看中了 于是成就了功夫里边 最经典的包租婆形象 据说袁秋被心仪的真诚所打动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她不断暴饮暴食 吃夜宵 甚至最后体重增加30磅 最终一切辛苦都没有白费 袁秋也是凭借着功夫里 包租婆这一角 获得了第42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4.知名导演客串 影片的开场 有位中国著名导演客串 就是大导演冯小刚 虽说出场的时间不长 但她说出了那句经典的 还有谁 冯导还自己加了一句台词 我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做这个 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 这也许是她对自己做导演的一个自嘲吧 5.致敬经典 众所周知 周星驰的偶像是李小龙 能够成为一名像李小龙一样的电影巨星 也只是她的梦想 在功夫中也出现了多次向李小龙致敬的镜头 但巧妙的是 电影通篇都没提李小龙的名字 但又处处有李小龙的影子 包租公扮演者袁华 是龙针虎斗里李小龙的替身 而包租婆扮演者袁秋 在威下斧头帮主 用大拇指抹鼻的动作 也是李小龙的招牌动作 据说陈国坤教袁秋撅嘴就教了几个小时 而斧头帮帮主扮演者陈国坤 被视为史上最像李小龙的人 另外周星驰抗击斧头帮赤裸上身穿黑裤的造型 来自李小龙经典电影 龙针虎斗 还有个有趣的细节 有个出镜率颇高的斧头帮手下 是李小龙第四代传人 另外还有个知情片段 是片中周星驰走到门口的时候 镜头前面突然涌现了很多的血水 对于这个场景 很多人不懂代表了什么 其实这一幕是像闪灵致敬的一个镜头 六 赴金庸版成废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影响了几代人 而周星驰也是金庸的铁杆粉丝 在功夫中也使用几处金庸元素 包括杨过小龙女的名字 如来神掌 独孤九剑 易养纸 小龙十八掌 为此周星驰主动给了版权费 尽管金庸先生表示尽管去用 不用给钱 但周星驰还是执意要给 金庸先生收下了六万版权费 但转手就把这笔钱捐了出去 后来金庸这样评价周星驰 我很敬佩周星驰先生 也很喜欢他拍的功夫 我看过了 非常好 寓意很深刻 另外 令我敬重的是他保护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 感谢收看小诚观影 如果你还知道哪些有趣的冷知识 请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下期讲新爷的唐伯夫点秋香中的幕后故事 发放净了一点也没听到 新rey 评�에서 评伺